高雄前鎮區發生了一起行車糾紛 騎士當場大打出手 從畫面中可以看到 當時在路口很多人都在停等紅燈 一名穿著白色衣服騎士下車之後 朝著一名男子猛踹猛打 還吃辣椒水攻擊 民眾看到之後上前幫忙 沒想到白衣騎士大聲叫囂之後 隨即逃離現場 根據了解這名男子一次不滿 紅色衣服男子看著他一眼 才會情緒失控動手打人 警方互報之後 已經掌握到白色衣服騎士的身份 正在追擊當中